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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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转化规律结局 那么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蓝尾炎 来说明啊 这个病理学的内容 蓝尾炎 他的这个发病呢 也就是说 他发病主要是蓝尾腔内细菌感染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蓝尾腔里边那细菌也存在 为什么不发生蓝尾炎呢 那么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病原因 就是蓝尾除了有细菌感染 而且呢 要有蓝尾腔的阻塞 所以蓝尾腔的阻塞和细菌感染 是蓝尾炎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蓝尾腔这个阻塞以后 那么由于蓝尾腔阻塞 蓝尾是个盲端 所以蓝尾腔内的压力很大 由于腔内的压力很大 所以呢 造成了这个蓝尾的这个血液循环障碍 蓝尾的黏膜上皮细胞 缺血乏氧 那么变性甚至坏死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炎症趁虚而弱 就侵入到这个蓝尾的B层 发生了蓝尾炎 那么这就是他的发病机制 那么他的病理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蓝尾炎 它是一种化膿性的炎症 那么他的病理变化 就是在蓝尾的各个城里边 可以出现大量的中性力细胞 和蓝尾组织的坏死 另外呢 那么在大体上看 也就肉染观察呢 可以看到蓝尾肿胀 充血 鼻悟 这就是病理变化 那么病理变化是我们病理学的 重点的内容 重点的内容 那其次呢 就是转规和结局 也就是说 这蓝尾炎 那么这种病变 它对发生发展规律 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蓝尾切除 一般的 就是说 在临床当中效果比较好 但是如果说你保守治疗 可能治疗的不及时 可能转变成慢性蓝尾炎 那这就是以蓝尾炎为例 来讲一讲我们病理学所学的内容 那么主要就是这样 第三 病理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如何 那么病理学呢 在基础医学教育中在有很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病理学是以解剖 组培 生理生化为生物 进生虫等基础科为基础 而病理学呢 又是临床各个学科的基础 比如说内科 外科 耳鼻喉科 痒科 耳科 皮肤科等等 我们又是作为 他们这些临床医学的基础 所以说 病理学是一个桥梁的一个 桥梁科 这是第一点 在教育当 医学教育当中 那第二点 那么病理学的临床诊断 那么属于医疾诊断 什么叫医疾诊断呢 在临床当中 那么比如说有X光诊断 是吧 有这个CT B超 甚至有核磁共振 那么这种诊断呢 它都是间接的诊断 而我们病理是直截诊断 也就是说 那个病理的诊断是直截 从病变的部位取材 然后我们通过肉染观察 和显微镜性观察 然后做出诊断 那么这种诊断就是一级诊断 当然了 在临床诊断当中 病理的诊断也是很有风险的 很有风险的是吧 那么这种诊断 当然具有权威性了 各科都要以病理的诊断 来作为诊断 治疗 那些诊断 那么在国外的一些书记当中 那么管这个病理医生 叫Doctor Doctor 那就是说病理医生呢 是医生的医生 倒不是说病理医生有多高明 主要他的这个 这个诊断的这个取材 是直截取材 直截是病变部位 所以呢 病理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呢 这比较重要 那么第四呢 就是讲一讲病理学的发展史 我们简单讲一下 那么病理学的发展史呢 是从那个18世纪的中叶 1761年 那么这个 意大利的一个医学家 他创立了器官病理学 到19世纪的中叶啊 那个是病理的也就是德国道 是吧 他创立了细胞病理学 那么细胞病理学 那他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啊 一直到今天 那么细胞病理学还是很重要 在医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到了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那么又创立了超微解构病理学 那么这个超微解构病理学 它是一个亚细胞水平 亚细胞水平 就更进了一步 通过扫描电镜透射电镜 来进行这个亚细胞水平 细胞器的改变啊 这对于这些 特别是在临床当中肾 肿咬球肾炎呢 对一些这个肿瘤的诊断呢 都有很很很重要的意义 然后呢 进一步这个三十来三十来年呢 就这个呃 就发发明病理学 一直到今天分子病理学 在这个临床医学当中 再有很重要的位置 第五病理学的诊断及研究方法 那么病理学的诊断及研究方法 里面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就是人体病理学 人体病理学 那么人体病理学里边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尸体解剖 autopsia 尸体解剖 那么尸体解剖呢 在我们病理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是吧 那么通过尸体解决这个诊断啊 和这个就临床有些疑难病例啊 可以这个死因啊 对你提高医疗水平啊 对积累科研材料啊 等等 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尸体解剖呢 在病理学当中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 但是这些年来 这个尸体解剖这个比较少 所以我们还在积极争取 第二个活组织检查呢 普遍应用 Biopsy 是吧 那么活组织检查呢 主要在临床当中啊 就是在病变部位取材啊 取材 然后呢 再进行诊断 这里面包括 术中冰冻诊断 和一般的术后的食蜡诊断 那么这个术中冰冻诊断呢 一般要求这20分钟内 就要把这个 在手术当中 这医生要 比如说 颈骨的上端有个肿瘤 这个一个18岁的少女 那么这个肿瘤 那么临床医生判断不清楚 到底是良性瘤 还是恶性瘤啊 那如果说是良性瘤 那么就把肿瘤切去 如果是恶性瘤 可能就涉及到 脊肢的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个诊断 这个正确诊断 非常重要的 是吧 这叫冰冻 这个这个 也就是说 术后送来的这个 呃 材料 做实蜡切片检查 那这我们临床当中 都 做出各科时的重 啊 重视 第三呢 就是细胞学 Citalology 那么这个细胞学呢 也是病理学检查的 是很重要的方法 啊 我们在临床当中 也在应用 那一个是自然分泌物啊 比如说乳汁啊 是吧 嗯 这个 这种分泌物里面 是炎症啊 是瘤细胞啊 是吧 嗯 第二个就是体液和排泄物 比如说这个 胸水浮水 是吧 尿啊 里面查一查 有没有肿瘤细胞啊 是吧 第三呢 穿刺啊 穿刺呢 乳腺啊 骨 穿刺啊 我们在临床当中都在进行 那么通过这个穿刺的这个材料 我们在做病理检查 这是细 查一查在里头 有没有留细胞 等等 是吧 这是细胞学 那么以上呢 就是病理学的诊断 及研究方法 那么第二方面呢 就实验病理学的研究方法 那么实验病理学的研究方法呢 是呃 包括 一个是动物实验 那么动物实验呢 就是说 那么 在这个 做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 是吧 自成动物的 模型 人类疾病的模型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制造 动物模型的过程当中 加一些窗面里研究 这是动物实验 那么第二呢 就是组织和细胞的培养 细胞 体外培养 然后 经过比如说 恶性瘤细胞 那么 那这个 在体外培养以后 有很多细胞系 培养以后 在培养的过程当中 加一些处理因素 看看恶性转化等等 那么这也是一个 病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六呢 就病理学的形态观察方法 和新技术 那病理学的形态观察方法 和新技术 是很多的 那么以前我们给大家讲了 一个是大体标本的 用眼观察 那么第二就是 铁片标本的 显微镜下观察 这是我们必须掌握的 特别是我们同学 在学病理过程当中 这两个方法都非常重要 必须用肉染观察大体标本 然后显微镜的 去观察 切片标本 这是我们常用的 那下面就是 组织和细胞化学 那就是说 这个组织细胞里面的 化学成分 和一些颜色 特性结合 那么比如说 脂肪 苏丹山染色 可以 这特殊染色 也可以沿脂肪 那么这就组织和细胞化学 那么第四呢 就免疫组织化学 免疫组织化学呢 在临床当中应用的 我们现在已经常规使用 也就是说 利用抗原抗体 特异性反应 来诊断疾病 也就是说 那么这个组织当中的 特性抗体 抗原 和已经 我们已经在 变成商品的那种 自制作的那种抗体 那么然后 进行特异性结合 看看定 这个定位 这个组织当中 一些 一些这个 这个比如说 诊断一些 有一些 这个肿瘤的分类啊 等等 都非常重要 那第五个 超微解构的研究 那么主要就是在 肾氧球肾炎当中 还有一些肿瘤的 鉴别诊断当中 很多方面 都来 用这个方法来研究 那么以下呢 这个流逝细胞学啊 图像分析技术啊 激光扫描工具 焦浅维素啊 分子生物学技术 都是分子病理学方面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那个 在这个 做研究当中 都在运用这些方法 第七呢 就是病理学的学习内容 病理学 我们这本书呢 包括总论和个论 那么什么叫总论 什么叫个论呢 总论呢 就是 很多种疾病 同一类型的疾病 的共同的规律 比如说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 蓝尾炎 我们在临床当中 研究很多呀 比如说 咽炎 扁定腺炎 是吧 这是这个 还有这个 比如说肺炎 胃炎 肠炎 肝炎 肾炎 那么这些炎症 都属于同一类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 当然了 不同的炎症 它有一个不同的改变 那这就是啊 它的那个 特殊 特殊的一方面 那么我们总论里头 主要讲它共同的规律 那么这些炎症 它的共同规律是什么呢 它的共同规律 在病变当中 那主要就是 变子 渗出 增生 也就是说 以上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那些炎症 举那些炎症的例子 那所有的炎症 它的病理改变 都是变子 渗出 增生 也就是说 那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那在不同的这种疾病 炎症当中 它是以不同的病变为主而已 比如说肝炎 肝炎呢 它也具有变三个炎症的基本病变 但是肝炎 它是以变子为主的那种传染性炎症 啊 传染性炎症 比如说肾球肾炎 肾球肾炎呢 也是炎症 它也具有炎症的一个共同的规律 那就是它的病变也具有变子渗出增生 但是它是以增生为主的炎症啊 它主的变化是以增生 那么也具有变子渗出的 所以呢 这个总论里头 我们就把同一类疾病的共同规律 给大家注意介绍 那么主要包括损伤修复 还有炎症肿瘤啊等等 是吧 我们主要是讲这么几 那么各论 各论就是分系统的 来阐明各种疾病 各自的特殊规律啊 那也就是说 在各论的时候就是各个系统的疾病了 那么各个系统疾病 比如说有循环系统 有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 这些疾病 那么这些疾病 嗯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学过它的 这个在总论里学过它的共同规律 比如炎症啊 那么这各个系统里的炎症 那么它的它的共同规律我们学了 它的这个特殊的规律 嗯 那都有哪些呢 是吧 那我们在各论里讲 是吧 那这就是啊 各论 而且呢 这各论里边 那么我们要啊 重新的就是说 这个呃 就是认识这个各个各个疾病的这个这个特点 而且呢 要结合总论里头的那个总的规律来学习 这样的话呢 总论和各论这么一结合 对于学习 很有帮助的 这就是啊 病理学所学习的内容 第八 怎样学习好病理学 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怎么学习啊 怎么学习啊 病理学 这个这个 包括内容很多呀 那主要是这么学习 一个呢 就是理论课 当然了 都是经过多年临床和病理实践 总结出来的经典的病理学内容 然后老师呢 讲课为主 那么实习课 主要就是同学们 对这个标本的肉染和惊吓观察为主 啊 这是啊 实习课 所以我们病理离不开实习课 那么学习好病理学呢 还有这么几个就是联系 第一个呢 就是说病理学的这个学习知识 一定要和临床实践联系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学病理的目的是想做一个好的医生 那么你病理学习 那就是为了今后做医生 这个打基础啊 说认识疾病 那他病理的改变 那么这些病变能引起哪些临床 临床表现 这是终点 是吧 你们学了病变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 能够知道这些病变能引起临床哪些表现 那么你们做这个临床医生 在临床当中 那你们看到是那些临床表现 那么你反过来 你想一想 那些临床表现 它是什么病变才能够引起那些临床表现 是吧 这样的话你就认识病 第一个大家要互相联系的 那第二个理论内容和实习的内容 要想联系 比如讲我们讲理论课给大家介绍 要给大家介绍 介绍 那么你实习课 你就要实践的理论课这个内容啊 比如说一些肿瘤 肺癌 那么肺癌我们在理论课给大家讲 肉染所见有三个类型 有中心型 有周边型 有弥漫型 三型 那么显微镜下也有这个 靈癌 腺癌 小细胞癌 大细胞癌 是吧 那么这些 这些大体的分型 这肉染分型 和这个显微镜下的特点分型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到十一刻大家看一下 是吧 它的大体就那 都是什么样 中心型什么样 是吧 周边型什么样 那么然后呢 这个 你弥漫型什么样 那么在显微镜下 小细胞癌 小细胞癌什么样 大细胞癌什么样 这绝对就比较扎实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标本 与切片标本联系 也就是说 你看了这个 这个切片标本 你怎么联系它 比如我上课 一般都愿意先讲静下标 是吧 那么讲完静下 然后这种静下标本 它大体应该什么样 所以你作为一个学生 你一定要联系一下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深刻的来领会它 那以上呢 这个序论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儿 下一边呢 我们收回正传 就讲我们这个病理学的这个主要的内容 那么病理学 那么分细胞组织的损伤修复 然后呢 炎症 水血液器官障碍 炎症 肿瘤 主要讲那么四大章 是吧 那么首先呢 我给大家讲第一章 就组织和细胞的损伤 适应和修复 大家都知道啊 细胞的生命活动 那么它主要是在体内环境和体外环境 那么这一个动态平衡当中 也就是说在体内体外环境 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当中 才细胞才能具有它生命活动 那么大家知道啊 那么我们的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啊 不断的变化 那么你机体呢 就要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 你就要做出一些反应啊 如果轻微的变化 那可能我就调解一下 我就适应了 是吧 是 那么如果是稍微重一点的 我可能就引起了这个组织器官的那些 有些一些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是 原因去除以后还能恢复 那么严重的这些损伤呢 内外环境的改变呢 可能就细胞发生了 这个死亡 坏事等等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讲第一章细胞组织的损伤 这种适应修复当中 我们首先的了解 我们机体随着这个体内外环境的 资源环境的不断的改变 那机体要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是我要讲的 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图 是吧 那么这个图里说的非常好 正常适应损伤细胞间的关系 那么正常细胞呢 这正常细胞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是吧 那么它可以 这个 如果说在内外环境 发生变化以后呢 它如果说轻微的变化 那么机体要努力去适应 这样呢 就使它机体的 代谢功能 甚至形态的改变 来达到适应这个环境 适应这个环境 那就是要适应细胞 适应细胞 那么这个适应里面呢 我们在定理当中呢 就是说 这个适应以后呢 有一些形态学的改变 这个形态学的改变 我们在今后里面要讲 就是这个框里的这几个内容 一个是萎硕 萎硕 一个是肥大 一个是增生 另外一个化生 那么这四个内容 都是 那么正常细胞 在适应 内外 体内外环境的变化当中 它 要做相应的改变 形态学的改变 这个 我们要今后要给大家介绍 那么这个正常细胞 那么如果说 它的内外环境的改变 不是非常严重 但是呢 它这个 还发生了一些损伤 那这种损伤呢 是一种可逆性的损伤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这个内外环境的改变消除以后 或损伤的因素消除以后 它还可以恢复 是要可逆性的损伤 那么这种可逆性的损伤 我们在病理这个 这个授课当中 要讲变性 变性 也就是说变性 这是啊 这框里边也是我们要讲的内容 大家看这个箭头 也就是说 这个箭头啊 是那个可逆的 可逆 是吧 那么这适应的细胞和正常的细胞也是可逆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变化消除了 啊 那么自性的细胞还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细胞 就是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正常细胞 如果说 这个内外体内外的环境的改变呢 比较大 是吧 那么这种大的这个改变呢 造成了细胞呢 是一种不可逆性的那种损伤 那么这种损伤呢 就叫做细胞死亡 细胞死亡 那么细胞死亡里面包括什么呢 一个是包括病理情况下造成的 这个细胞的这个坏死 另外呢 还包括一些病理和生理情况下 那种细胞的死亡 当个细胞的死亡 雕亡 就像啊 这苏叶 秋天的苏叶脱落一样 脱落 叫雕落 雕亡 所以呢 这种坏死和雕亡呢 那这种改变的损伤是一种不可逆性的损伤 不可逆性的损伤 所以他的箭头就是一个箭头 大家看是吧 那么这个图呢 弄个很好的说明啊 正常细胞 适应的细胞和损伤细胞间呢 这个和在这个 体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当中 他们相互的关系看得比较清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这方面 那么第一节呢 我们讲一讲细胞的适应与细胞老化 细胞适应和细胞老化 我们主要讲细胞适应 老化呢 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概念的交代就够了 那么第一呢 细胞适应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那个说 比如说 那刚才看这个图说 那么这个适应的细胞里面 有细胞 atrophy英文 肥大叫hypertrophy 是吧 那么增生hyperplasia英文 是吧 化生叫metyplasia 所以这个是适应的那些 我们病理的形态学改变的这些内容 那么我们呢 现在就给大家介绍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细胞 那就atrophy英文 是吧 那么细胞概念 细胞的概念 是吧 那么细胞的概念 什么叫细胞呢 那么也是一个这个重点的内容 那维缩呢 就是发育正常的器官和组织 那么他的这个食指细胞 体积变小 数量减少 而引起的这个器官和组织的变小成维缩 不知道大家理解没 我们这个这个显示呢 我们这个显示呢就是深黄色的这种颜色的字 就是我们如果说考试的给分点 就在这儿呢 就重点 重点内容 也就是说 尾缩 那一个是发育正常的那个器官和组织 如果发育不正常的器官 它组织 它是变小 那是发育不良 发育不良 那么这是发育正常的器官 然后它变小了 体积变小了 而且呢 它组织也减少了 那这个就是说 才叫维缩 维缩 那就是说发育正常 和体积变小 数量减少 是重点 是这个概念的重点 那么给大家说一句 也就是说在总论里头 那么概念是重点 是重点 是吧 所以我们一些考试也好啊 或者是今后的复习啊 那么这些 在总论里头 这些概念都是重点内容 需要大家要重点的记忆 那么第二就是说 尾缩呀 它的病因 根据它的病因分类 分类 是吧 那么它的萎缩有这么两种类型 一种呢 是生理性萎缩 生理性萎缩 那么这生理性萎缩 是什么意思呢 有生理性过程中 弄了一种正常形象 正常形象 比如说 青春期 青一 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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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青春期 如果胸腺不萎缩 那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就能引起急死 或者叫处死 我们在尸体解剖当中都遇到过 遇到过 那么到青春期 你这个胸腺应该萎缩呀 可是它没有萎缩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 是吧 或者说老年期的各种脏 老年以后 各个脏器和组织的萎缩 都属于生理性的萎缩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类型呢 就是病理性萎缩 病理性萎缩 那病理性萎缩呢 可以根据原因不同 分以下这么几类 那么一个是营养不良性萎缩 这个病理性萎缩的这个类型 也是重点 也是重点 希望大家要牢记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啊 在考试当中出 说病理性的萎缩 都分哪几种类型呢 就这么五种类型 那第一种是营养不良性萎缩 营养不良性萎缩 那么左右分全身性的和局部性的 那全身性的 比如说这种饥饿 引起的那种营养不良性萎缩 或长期慢性疾病 引起那种不良性的萎缩 就是全身消瘦 那种全身性的营养不良性萎缩 就是由于营养不足 或者缺取发痒 就是 局部性的营养不良性萎缩 比如说脑动脉周然阴化 那么脑动脉周然阴化 那么就使得脑的供血不足 造成脑细胞的 神经细胞的那种萎缩 这种萎缩 也都叫营养不良性萎缩 所以 那么可以造成 这个老年性痴呆 这就是由于神经细胞萎缩 造成的 第二 是肺用性萎缩 肺用性萎缩 就是长期不使用的器官 就能引起萎缩 比如说以后 你要这个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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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什么呢 用那个甲板固定 是吧 打丝膏 那么打丝膏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给它留点活动力 比如说手指啊 就像它经常的活动 否则的话 这个肌肉啊 和它这个骨骼 都可以发生 费用性萎缩 因为它在打丝膏 时间比较久 是吧 这是第二种萎缩 第三种呢 就是去神经萎缩 那去神经萎缩 就是说 失去神经的调解 那种 引起的 那种情况下 引起的萎缩 就要去神经萎缩 比如小儿麻痹 后遗症 现在比较少 是吧 那么小儿麻痹呢 那么主要 就是由于 脑 这个就是 积水的前脚 运动神经 它发生了变性坏事 那么它这个 发生了变性坏事以后 所以它支配的 这个肌肉的运动 它就这个 这个 就失调了 它就不能够 控制肌肉的运动 进行调解 所以呢 造成肌肉的萎缩 肌肉的萎缩 第四呢 亚伯性萎缩 亚伯性萎缩呢 比如说 那个肾于脊髓 肾于脊髓以后 那么可以 长时间的 那么造成 肾食指的受压 由于肾食指的受压 就造成了肾呢 可以变成一个 大囊状的那个 就是臂很薄了 就是说 是像成个囊腔 而且那肾的食指呢 变成囊臂 那由于 这个长期的 身于脊髓 那是压迫的 肾食指造成的 压迫性萎缩 另外我们 这个 这个 实习标本 有一个 就是那个 肌柱的压迫性萎缩 是由于 动脉瘤 动脉瘤 那动脉瘤 本来是一个 软的 动脉瘤是 动脉壁的 这个 这个酷 就是说 就是向外 松弛里边 有很多血液 那叫动脉瘤 不是真正的肿瘤 那么这种很软的 动脉瘤 对 肌柱里 受压 说也可以 造成压迫性萎缩 说肌柱 那个地方有缺损 这压迫性萎缩 第五呢 是内分泌性萎缩 内分泌性萎缩 就是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 由于这个 就是内分泌 失调 比如说 假装腺 急能扛进 造成全身的消瘤 那就是由于 技术 这个 分泌增多 那么造成了 这个肌肉的 这个 就是 造成肌肉的 那个萎缩 叫 内分泌性萎缩 那么 萎缩的类型 我给大家介绍完了 下面是萎缩的后果 那么萎缩 刚才 给大家讲到了 萎缩呢 它还是可以恢复 到正常细胞的 说它的这个 改变呢 是一种 可逆性 可逆性 但如果 并非继续发展 萎缩还可以消失 甚至呢 可以影响 组织习惯的功能 这是它的后果 甚至可以变性 坏事 甚至 那么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心肌细胞的萎缩 心肌细胞的萎缩 那下面 这个是正常心肌 大家看 心肌显微 这个正常心肌显微 那么这个呢 心肌萎缩以后 心肌显微很 这是 心肌萎缩 这是正常的 这是萎缩的 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 心肌萎缩 那么心肌细胞核的两端 在心肌的抛浆里头 可以看到这个紫荷素 紫荷素的那种颗粒 那么紫荷素颗粒的本质是 就是说 残肢体 它是一个残体 那个残体呢 主要就是在萎缩的时候 在电子显微镜下 抛浆里头 致使空泡增多 那么致使空泡增多以后 它对这个抛浆里的一些细胞器啊 破碎的细胞器进行消化 那消化不了了 那就叫做残体 叫残子体 所以实际上 这种紫荷素 在萎缩的时候可以出现 那是一个残体 是一个残体 本质上 所以在这种心肌细胞里头啊 还有在肝细胞啊 甚至在神经细胞里头啊 那都可以 这个在心肌 萎缩的时候都可以出现残子体 那么这是一个脑 脑的一个前面 那前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内 这个这车内脑 就这车大家看 由于这个脑石积水 大家看 这个脑石积水 那么积水 长时间的积水扩张 造成这部分的脑阻止 瘦压萎缩 大家看 这个地方正常很厚啊 是吧 这地方很厚 这地方大家看 已经瘦压萎缩 这脑的压阀性萎缩 就压阀性萎缩 是吧 那么萎缩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呢 把萎缩的概念 和它的类型能够牢记 这是重点 第二个就是肥大 那么什么叫肥大呢 那肥大呀 正好和这个什么呢 和萎缩 相反 肥大呢 是指细胞组织器官 体积的增大 体积的增大 称为肥大 它是体积的增大 是吧 那么这个肥大的体积增大 主要呢 是这个细胞内的线力体验 内脂网啊 和蛋白体 溶肥体增多 是吧 蛋白合成占优势 维持增加 这是它这个电竞下的改变 改变 所以主要呢 还是由于它的细胞气 呃 这个增多造成的 这是肥大 所以肥大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是一个重点的一个 一个概念 那么肥大的类型 里边也分这么两种 一种呢 是生理性肥大 一种是病理性肥大 那么生理性肥大 比如说 认臣的子宫 呃 呃 就是说 认臣的乳腺 那就是生理性肥大 生理性肥大 是吧 那病理性肥大 啊 我们病理嘛 主要是讲病理性的肥大 病理性肥大呢 一个是代仓性肥大 一个是内分泌性肥大 那么这代仓性肥大呢 就是 由于这病理的情况下 是吧 那么 相应的这个器官呢 呃 造成功能 负荷加重 比如说高血压病的时候 那么高血压病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 高血压的压力增大 是吧 那个 血管内的压力增大 那么左心石呢 就克服 这个 这个 增大的压力 说工作量增加 就造成了 这个左心石的 是肥大 左心石肥大 是吧 或者是 一侧的 呃 肾脏切出 那对侧的肾脏 也带成肥大 是吧 或者是 比如四小球射炎那时候 啊 那么大量的四小球 发生了这个 这个病变 然后萎缩 血缘化 那么 少数呢 有些 为了它功能需要 也带上肥大 这都是 带上肥大 第二个呢 神经内分泌性肥大 那神经内分泌性肥大 主要是内分泌器官的增生啊 或内分泌器官的肿瘤啊 引起的那种 把器官的增大 肥大 那这种呢 就都叫做内分泌性的肥大 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是心肌的肥大 那么底下是正常心肌 大家看 正常心肌 那么心肌肥大 可以看到 心肌 一个是心肌显微 增宽 那心肌的细胞核 也增大 增大 它的肌显微很 很宽 很宽 这是肿断 这个是呢 横断 这是心肌肥大 就是 那么这个呢 是心肌肥大 大家知道 那么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主动脉 这是一个左心肢 那么左心肢里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正常呢 正常呢 可以看到 左肢比后啊 就0.8以下 是吧 那么现在大家看 很厚了 这超过两个Cm了 那就是说 在高血压的时候 那么左心肢肥大 肢比增厚 乳头肌也增粗 这是肥大 那么我们已经讲完了肥大 那肥大的概念 大家做一般了解就可以了 是吧 那下面我们讲一讲 增生 增生 hyperplasia hyperplasia 那么增生呢 正好是另原因 引起的这个体积的增大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肥大 是由于这个细胞的体积的增大 是吧 每一个细胞的体积增大 引起的这个组织器官的体积增大 那么增生呢 是由于食指细胞的数量增多 已经增大 而是由于细胞的数目量增多 引起的组织器官的增大 那么叫做增生的概念 那么增生的类型呢 也分这么几个 那一个是生理性的增生 就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青春期的乳腺呢 认臣是这个 这个 认臣 这个生理性的增生 是吧 青春期乳腺 这都属于生理性的增生 那么 还有认臣的乳腺 除了肥大之外 也有增生 也有增生 是吧 那第二个是病理性增生 病理性增生 那病理性增生里面包括这么几个 那现在呢 有些书都已经不这么写了 但是呢 还是这么拥有的 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呢 叫再生性的增生 再生性的增生 那就是 像干细胞损伤的增生 慢性亏养的上皮增生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细胞损伤以后啊 它能 有 这个损伤成 那么这个增生 出来的细胞呢 和它 这种周边的 正常的组织细胞的 结构和功能 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种增生 叫再生性的增生 那大家明白没有 也就是说 那这种组织 损伤以后 那由周围健康的组织增生 那么增生以后的细胞 它和你 健康的那种细胞 的形态和功能 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种增生 才能叫再生 比如干细胞损伤 在脉性 在肝炎的时候 肝细胞对 那个是坏死了以后 那么它可以 引起肝细胞的 完全的再生 再生性的增生 比如说脉性溃养 脉性胃溃养 它表面上皮 胃的粘膜上皮 也可以 它的增生 也叫再生性增生 这是第一种 类型 那么第二种类型 叫过再生性的增生 什么叫过再生性增生呢 由于一种慢性反复